哈喽那么这一几个的话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啊 这几个的话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我这个网络请求的一个发送对吧 好我们的话现在哈呃在这里是表单如果验证成功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把相关的数据准备好 然后的话发送这个请求对吧 相关的数据的话 我们直接通过这个项目的一个表单就可以了 对吧呃项目的这个表单啊 好然的话在这里哈 我们的话就来先写一下我们的这个表单的一个发送 表单发送网络请求的这个api好吧 那么的话再来到这个http.js当中 是要在这个地方就是啊 add project对吧 添加这个项目 那么添加这个项目的话需要传立一些参数进来 好 然后的话定一个url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project对吧 project啊 好 然后的话是return this.http 因为你是新增数据哈 说的话用的是这个post的请求 然后的话url以及这个什么呢 parance对吧 好 我们再保存一下 然后的话再来复制一下它 然后的话再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啊 好 在这里的话我们就是zs点这个dollshttp点它对吧 好 然后的话再把这个zs点这个什么呢 project form把它给传递进去 然后的话是zres 好 我们的话来打印一下啊 好 来打印一下这个res好吧 我们恐龙加s保存一下 好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已经写完了以后 接下来的话再来到我们的这个流浪机当中 来测试下了 对不对 来测试下啊 好来到这个项目管理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点击新增项目 实际上的话名称是什么呢 比如说啊 那个资料和档对吧 好 类型比如说选择的是web对吧 好 这个描述信息是xxx啊 随便写的啊 我点击这个确定 确定完成的要看一下这个中端哈 它的一个输出信息好吧 好 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话 它报错了是吧 报了14个错 我来 我现在看一下啊 呃 上面这个错的话是什么呢 我一个来解决一下哈 就是这个add project button loading 这个的话是没有定义啊 当时在使用呢 一般哈 出现这种错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我们的这个魔王当中 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html当中 使用了一个变量 但是在这个view的这个data对象当中 你没有定义 那么的话就会出现这个错误 好吧 好 那么也就是现在哈 我们有一个变量使用的啊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使用呢 当时你本并没有定义啊 这个变量的话啊 主要是用来去控制啊 这个按钮是不是要loading状态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现在现在哈 我点击确定的时候 它是不是需要发送那个网络请求啊 那么发送那个网络请求的时候 有可能当前网络不是很好 那么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需要给他进行这个loading的一个状态呀 对吧 所以在这里啊 我就给他加上了这个loading 那么默认情况下的话 这个loading它是等于force 也就是说默认情况下的话 它是不会进行loading的 默认情况下的话是不会loading的 但是啊 你在这个地方发送网络请求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要loading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等于这个处 对吧 等于这个处 那么什么时候loading结束呢 就是在这里啊 这是的话就force的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的话是这啊 这个错误 好 这个错误解决了又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点一下 比如说我治疗科兰 好 知道的话 类型是什么呢 来选择下这个web 好 描述信息随便写 好 我来点一下确定 好 那么现在的话也报了两个错误 一个的话是404的一个错误 404错误的话 是我们的这个project 我看一下啊 我知道的 因为我们之前啊 这个ur在这个地方写完以后 并没有在我们的这个地方注册 对不对 因此我们在这里啊 还要把它给拿过来一下 据说哈 现在 pass 所有以这个空白开头的 那么的话 我都是把它给包含到哪里去呢 把它给包含到我们这个apps当中的这个 api test当中的这个us当中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来孔着加次保存下 等待他这个地方重新加载啊 好 稍等一下啊 好 然的话在这里 我们的话再来走一下啊 再来走下 好 来点击新增 然后是资料 课堂 对吧 好 那么这个类型的话 我们来选择这个web 好 我来点击这个确定 好 那么现在的话 报了一个500错误 500错误的话 就是我们服务器 你也不用去看这个浏览器了 直接去看这个picham的这个终端 他在这里是说什么呢 你调用的这个ur通过这个post的请求 但是啊 这个ur并没有一个 并没有以这个 以这个鞋干来作为这个结束符 啊 那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哈 注册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地方注册的时候 他默认情况下的话哈 我们的这个ur必须在最后啊 必须要带有这个鞋干 他在这里的话 就是你在用的时候 没有带这个鞋干 那么在那么的话 有两种解决方式 第一种解决方式的话 就是在这里 你在这里哈 给他加上一个鞋干 给他加上一个鞋干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这个地方 在这里给他加上一个赛事 这个参数叫做什么呢 就是确定赛事 把他给设置为foss 设置为foss以后 那么以后你的这个地方 就可以不用去加这个鞋干了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再来恐惧加死 实际上的话 这个地方让他等待重新加载啊 好 那么在这里 我们的话来看一下 他这里有没有加载完成呢 也已经加载完成了 好 那么再回到我们浏览器当中 然后的话 再来走一下啊 好 然后的话来选择这个web 对吧 好 这个地方的话来写啊 好 然后的话点击这个确定 好 那么现在的话是403 403错误的话哈 说明是没有这个权限 没有这个权限哈 这个的话就有点奇怪了 我们现在是已经明明登录了 对吧 已经登录了 啊 我知道了哈 有可能是我们现在哈 发送这个网络请求的时候 并没有把那个 jwt的那个token 把它给发送过去 但是我这个地方明明已经写了这个啊 这个请求的一个拦截 对吧 就是请求之前啊 他都会去调用这个函数 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token把它给设置进去 对吧 呃 那我看一下啊 是不是这个地方没有设置呢 我来打印一下吧 我来打印一下啊 好 我再来走一下啊 哎 退出登录了 好 点击登录 登录进去了以后 哎 这个地方的话爆错了啊 呃 再来到项目管理 然后的话来点击新增 新增 比如说 手工程当中 治疗会大 好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选择这个外部对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是有啊 这个东西的话是有 是有 当时还是报403forbidden错误 403的话 说明是我们现在没有全新去访问 好吧 好 我知道了 有个地方我们还没有设置 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设置 怎么去给他做验证 在这里的话 就是classis 是等于我们GWT 需要把这个加上去 你如果没有把这个加上去的话 他的这个验证验证的方式 并不是用他 实际上我们这个项目当中 因为我们的这个项目当中 所有的这些api用到的 都是他做验证的 对吧 所以的话 你实际上可以把这个东西 直接写在setting当中 直接写在setting当中 好吧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先写在这里 好 然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再来点击登录 登录完成 又来到项目管理 然后的话 再来新增 比如说资料和单 好 然后的话 是web 对吧 好 再来点击确定 这样的话 是不是返回了一个2011 返回2011 说明是creatic的已经创建成功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他已经给我返回了这个项目的一些信息 对吧 说明是已经创建成功 所以接下来的我事情 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 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在这里 就是去判断 if这个is 并且这个is点这个status 是等于等于这个2011 等于等于这个2011的话 也就是创建成功 对吧 那么我们的话 这个地方哈 就是直接创建成功 我们的话就将这个dialog 把它给关 把它给收起来 对吧 那么的话就是this点这个dialog 等于这个foss 真的话 他就会隐藏掉了 就会隐藏掉了 隐藏完成的 又接下来的话 因为你有可能还在去添加这个项目 所以我们的话 需要将这个表当当中的这些数据 把它给设置为空的 所以的话 我们来把它给复制下 找到我们来定一个方法 来定一个方法 叫做什么呢 叫做初始化 初始化 初始化 这个project fom 或者是叫做清除 清除 clear 或者叫做初始化 那么初始化的话 是怎么初始化呢 就是this点他 对吧 是等于一个 把这个东西拿过来 把这个东西拿过来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this点 这个inmit 初始化完成了以后 接下来怎么办呢 在这里的话 我们需要把这个项目信息添加到我们的这个project当中 对吧 你不把它给添加到这个里面的话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地方你是显示不了的 对吧 所以在这里我们的话先去达到这个project 是等于is点data 我怎么知道是is点data呢 因为刚刚这个地方打印的时候 项目的信息的话 它是放在这个data当中 好吧 大家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 然后的话 拿到以后就是this点projects 点什么呢 push 把这个project 来把它给添加进去 来把它给添加进去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ok了 还有的话 我们实际上还可以做一个提示 就是在这个地方上面给了一个提示 告诉他啊 操作成功 或者是项目添加成功 对吧 那么这个的话就涉及到一个叫做啊 message message message啊 那么这个message的一个操作的话哈 我们之前在跟大家讲解那个 每张项目的后代管理系统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讲过 在这里 我就直接把它给拿过来 就是在这里 一个叫做message 我们的话把它给拷费一下 好吧 可能叫c 实际上的话 再回到我们的 这个代码当中来 然后的话 在这里我们的话 右键来选择一个 就是message 点接死 对吧 好 然后的话 在这里 我们的话来 控制加位 张列下 就是现在啊 在这个里面的话 有一些正的 用法 对吧 就是后期你直接 因为待会的话 我把这个东西怎么样呢 跟我们的这个http和这个author一样 直接让它绑定到我们的这个may上面啊 我来现在绑定下 好吧 好 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这样啊 在这里 好 你这样一把那的话 那么以后我们再用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次点多了message 哎 就可以直接访问到我们的这个message这一个对象啊 就直接可以访问到他的访问到他的话 那么你saccess一下 然后的话给他传了一个message进去 就可以 就可以展示了 就可以展示了 好吧 好 那么在这里 我们就是啊 z4点多了message 点这个什么呢 saccess 恭喜啊 那个项目创建成功 好 那么这个做完了以后啊 呃 实际上的话应该就差不多了 对吧 应该就差不多了 好 我们再来孔着加持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到这个地方 对吧 再来到这个地方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再来走一下啊 呃 那么现在啊 还有一个事情 我们现在也统一来做了 就是现在啊 我只有一加载 那么在这个地方应该要去显示我的这些项目的数据 对吧 那么现在是没有任何的数据的 因为这个projects这个变量啊 他现在里面是一个空的数组 我们怎么去获取到他的这个数组呢 啊 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就是multi的生命周期 行数当中 我们去获取 对吧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z4点这个dollarhttp 点我们现在获取所有的这些项目的信息 好吧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什么呢 getprojectlist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 就是什么呢 定一个url是等于什么呢 project 因为我们现在好 是以获取这个项目 说的话 我们在这里就是z4http点这个get 把这个url把它给传递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他就会把所有的这些项目全信息全部给你反护回来 好吧 好 那么的话 现在我们再来把它给拷贝下 啥 然后的话 来到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就是projectlist的当中 那么在这里来调用一下他 要是z is啊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也是projects 是等这个is点这个data 啥的话 我们的这个z4点这个projects 就直接怎么样呢 等于这个projects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有了 以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保存一下 啥的话 再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 啥的话 我们在这里再来刷新一下 给我看一下啊 这个数据有没有啊 这个数据有没有 或是有没有报错 也没报错的吧 当时也没有这个数据 啊 我们的这个冒体的生命周期函数 哈 不是写在这里的 冒体的生命周期函数的话 他不是放在messas当中 他是单独的 他是单独的啊 他比较牛逼一点啊 毕竟他是生命周期函数 对吧 好 我们再来保存一下 然后再来到这个地方 呃 在这里是不是就显示了 我们的这个 说我们的这个信息啊 对吧 这个信息就已经有了 对 已经有了啊 好 那么下面比如说 我再来新增一个哈 比如说是呃 那个乌鸦 随便写个啊 好 那么的话 现在我们的话来写个web 然后的话是 呃 好 然后的话 点击确定 确定完成 又 哎 在这个地方的话 是不是就显示了 无鸦测试课堂啊 对吧 好 那么说明我们的这个数据 是能够正常的添加了 就是这个项目 能够正常的添加了 对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一节课呢 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